居然有勘探员邀请我们来看一把 这可惜了 勘探员遇到了博士 要不别邀请了吧 你看一邀请过来 这怎么办呢 这我只能说在勘探员 基本上没有操作空间 阵容其实有个心理还不错 这个心理是还蛮不错的 但是囚徒和勘探员 囚徒其实也不错 囚徒打博士有一个什么好的地方呢 就是有的时候 博士选择控场的时候 这边囚徒连个电 把一些关键系的密码 这个冲刺两边都知道对面想干嘛 双方在就是商量了一下以后 决定以吃一刀为结果 跳皮想砍出去没出去 我是带的是传送啊 这个传送应该是留给这个囚徒的 他应该是冲走出去吧 然后传回来 菜逼解说的话真多 去看守卫 用兵躲掉 嗯 这边一个冲刺过去 勇动状态有 一刀破板以后一个跳皮 用兵可能就要被带走 漂亮 非常非常干净利索 那这边的话要不移情给这个囚徒 移情还是给移情给用兵嘛 这囚徒待会儿看情况 移情了 移情也行 呃 看待员这边第一台机子修完 心里的机子 这把穷者的密码机 其实不算慢的 别看好像穷者倒的很快 但这把密码机 来 电脑给的 反正这么多年的观战下来啊 能靠磁铁打博士打出来的 好像我就看到过虾哥 磁铁 先封在这个口子上面 再跟你绕 诶 这个位置绕得不错啊 这个位置绕得不错 很舒服 他这个位置绕得真的很舒服 这边一个重机 有了 那没办法 这个重机已经卡死在这里了 一刀 好的 博士到二阶 磁铁在封口 吸一波 诶 这波你别说 这波勘探员的牵制 其实极大的延缓了博士的节奏啊 这 诶 这波有点亏啊 这个局本身对于穷者来讲 我觉得就不是个劣势 你别看好像囚徒倒的快 佣兵倒的快 飞轮漂亮 可以啊 真的 因为这把穷者的密码机不慢的 这个局要四人开门战了 佣兵手里还有个博命 这个局真要四人开门战了 这波勘探员牵制牛啊 玩的通透啊 一刀过板刀 扭 扭不掉 倒地 倒地的话博士要立马传了 这里其实要把最佣兵状态补起来的 找心理 找心理 一个冲刺 球图外面修机子 这把抓心理 其实意义不大 因为这个心理没倒过地的 这心理没倒过地的 这刀 卡着 没有涌动状态 先冲 补出涌动状态以后 一个 过板刀带走 外面看待员再期待机子 你传送已经交掉了 你不可能马上赶过来的 球图这边机子修完以后再去补 球图这边的话可以补状态 也可以选择抢机子 都可以 他们没有突破口啊 没有一个倒地没的人 这也是为什么 我上来就给他讲 这把当追看待员的时候 其实博士是不占优的 你可能算是一个军师 这也是为什么 刚刚我讲到 其实 现阶段我们经常观战的过程当中 看到博士会怎么打呢 博士一般走出去传回来 这样的话 他可以打出一个突破口 对于博士来讲呢 他其实很需要 就是先淘汰掉一个穷者 然后再压着穷者打 这样的话会更好打一点 也更稳一点 现在的话击倒这个佣兵 来护臂跳开 佣兵这边也很舍得自己的道具啊 博士开门战应该是有一首传送 你说没得打嘛 这个局好像也能打 这个震慑很亏 因为不是这个震慑的话 密码机点亮 这个佣兵不算倒地的 现在的话佣兵这边倒地 开耐油过来打架了 放开我队友 吃一刀 密码机点亮 也行 然后丢磁铁 秀了一整局 这波垮了 这波垮了 佣兵 佣兵倒地也没 这边开门 门开了 门开的话平局了 门开的话平局了 秋拔 郎 用手